勒吧 勒吧就是豬肝 OK 還是你要有那個 勒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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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可能就會說 還是你像 喔 有 勒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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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喔 沒關係 欸 不要吵 勒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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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好 聽一下 聽一下 請問你要吃什麼 我要一份 豬肝 勒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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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事了 沒事了 勒吧 勒 有了 有了 這個也可以點到 來 勒吧 超音的 超音的 請問你們都在喊什麼 其實我們都會跟大家講說 我們這邊就是一個很正統的 日本的劇酒屋燒肉 那我們會有一些牌詞 就像 你進來我們跟你講說歡迎光臨 之外呢 還有什麼 好好喊什麼 再教一個特別的 我們叫菜嘛 我們要叫菜 比如說你們剛剛點餐 我們點完之後 什麼什麼 我們就會裡面喊 我們點一個東西 請小燕哥教我們 讓我們兩個喊一次 看小燕哥覺得合不合格 好 那你們 看能不能在這邊上班 我覺得最簡單的啦 好 我想要學上等毛度 好 就這個了 上等毛度 上等毛度叫 上等毛度 上等毛度 麻煩 對 那你講一次 那你要往上拿 我演客人 好 那你要大聲一點喔 來 不好意思美女 我想要一份上等毛度 上等毛度是嗎 又成功了 我錄取了 可以錄取 那邊有呂一條去寫一寫 再多點 好的 坦白說一下喔 不然我 剛剛朱冠喜歡吃嗎 喜歡 他愛 雷肉 雷肉就是朱冠 雷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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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應該... 沒事了... 有了... 這個也可以點到 結果等一下上來是豬心 根本聽不懂 不是 我是會錄取吧 沒有 我會提醒 你履歷不要站在那邊 你下次就來看看 我可以站在門口不要講話 你就站在那邊就好了 真的是為了大家博君笑 肚皮動一動幫助消化 我們才能繼續吃啊 聽小愛哥說來這兒的客人 每次都會必點的鎮店之寶 但這個鎮店之寶居然是甜點耶 這家不是燒肉店嗎 怎麼怪怪的呢 來 為兩位美女送上 我們這邊初戀的感覺 法國吐司 好可愛喔 我第一次看到 這樣子形狀的耶 來 我幫你們兩個 稍微剪小塊一點 妳好開心喔 好 各位觀眾 我們要看一下裡面長的料 這個剛剛吃那個 喝牛大腸又不一樣了 它變簡單 裡面很燙喔 都是一個 很嫩耶 日本人的他們的一個 很厲害的一個做法 來 試看看 它很像舒服雷那種概念 是的 有一點它的那種概念這樣 有點布丁感耶 哇 有看到那個熱氣嗎 哇 妳真的厲害 我看到煙在跑 對啊 聞到甜甜的味道了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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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它確實是各式吐司嗎 它只是名字慫了一點 它在日本就叫做 法國吐司 它裡面真的有一點舒服耶 然後它外皮非常的酥脆 你是不是想講的 對 它感覺是吸滿那個 鮮奶什麼汁 它整個吐司應該是浸透的那種 而且我覺得後來 再吃它的那個明明感 有一點點像麻糬耶 能在那種吃燒肉那一張店 吃到這麼好吃的甜點 我超驚豔 我剛剛真的嚇到 有一點意外 姐妹們 來找小愛哥吃燒肉 一定要多留點味 嘗嘗看其他特色料理喔